通过前面一张呢 我们实现了标签管理页面 标签管理页面所有内容 我们在上节课已经全部实现完毕 这节课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详情页面 列表点进去之后应该是一个详情 那么详情页面我们长什么样子呢 来看一下 我们的详情在最上面会有一个标题 然后下面是一个作者的信息 在这下呢 就是我们详情的所有内容了 我们的一个复文本的显示 最下面呢 会有一个规定在最下面的一个工具栏 工具栏左边是一个输入框 我们可以去输入我们的评论 然后看右侧这部分 右侧这部分呢 会有三个图标 一个评论 一个收藏 然后和一个点赞 我们这一张的目的呢 就是把我们详情页面所有的内容 我们全部去实现一遍 我们会实现一个 我们的页面布局 然后会去请求详情的数据 最后呢 去实现我们评论的所有内容 如何去发布评论 我们保存评论 然后是一些收藏和点赞按钮的一个操作 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的代码里 我们先在Pages里面 我们先去给它新建一个页面 然后起个名字叫Home Home Detail 然后我们创建页面 创建完新页面之后呢 我们给它加个内容 叫页面详情 那么我们是从什么地方去跳转到详情页面的呢 应该是我们在去点击列表项的时候会跳转到我们对应的详情页面 那就在我们的组件里面找到ListCard 这里呢 我们写了一个事件 给我们的最外面 最外层绑定了一个Open的事件 Open的事件呢 会响应我们点击卡片试图的时候 去给我们触发一个事件 我们可以直接在事件里面呢 去Uni点 NelGate2 我们使用这个方法 然后传入一个URL URL呢 可以去跳转到我们对应的详情页面 我们使用Page Home Detail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跳转到我们的详情页面了 保存一下 然后呢 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去点击第一个 点击之后 我们就会跳转到详情页面了 然后我们先去把我们详情页面的布局 就给它实现一下 整体的一个布局呢 先写一个静态的 回到页面里面 然后我们直接回到Home Detail里 最外层 我们给它一个类名 我们叫Detail 这个内容呢 我们就不要了 我们给它删掉 在我们的详情页呢 最上面会有一个Title 就叫Detail Title 我们给它一个标题 标题呢 我们给它一个 我是一个前端开发者 我到底要不要学node 开发 我们给它写一个写死的文字 我们要不要学习node GS 那标题完了之后 我们下面是一个什么内容呢 下面是一个作者的信息 这块的内容 给它把布局写一下 那么我们起一个类名叫 Detail 叫Header Header呢 左侧我们会有一个头像 Detail-Header 我们给它一个logo 然后来一个image image.src呢 我们随便选一个图片 先选我们的UniApp的logo 然后mode呢 我们使用保持纵横笔缩放图片 另一个方向会截取 通常呢 只在水平或垂直方向是完成的 另一个方向呢 会发生截取 我们使用这一个 那么左侧是我们的头像 右侧呢 就是我们作者的信息 作者信息 我们叫Detail-Header Content Content呢 我们也分两部分 是哪两部分呢 上面呢 我们是有一个名字 下面呢 有一个发布日期 然后还有一个浏览 和一个点赞的数量 所以我们先把上面的那一部分 我们先给它写一下 我们叫Detail-Header-Content Title 我们写个我的名字 然后下面呢 我们去实现一个日期 点赞 把Detail-Content 然后我们叫Info 给它三个Test 时间我们写个2020 0321 我们随便写一个时间 12点21分21秒 时间我们随便写就可以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一个浏览 浏览呢 我们就写一个1234浏览 最后是一个点赞的次数 我们是2345 赞 这样我们就把上面这一部分的布局 我们已经写好了 这个以关注呢 先不去处理 我们先把上面这部分的样式 我们去给它写完 那回到我们下面Style Style呢 给它个Long 是Sus 我们是用Sus写 我们先写Detail Title 我们先给Title一个样式 Title呢 我们给它一个Pudding Pudding是上下是0 左右呢 我们是15px 给它一个字体大小 字体大小我们稍微大一点 我们给它一个18px 然后要让我们的字体 给它有一个加粗的效果 叫Blood 颜色呢 我们就用紧333的颜色就可以 来看一下 这样呢 我们的一个标题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是下面的作者信息 作者信息 我们在这里继续往下写 叫Detail Header Header呢 需要给它一个Flex的布局 让它的垂直 给它一个Center 让它垂直居中 然后呢 我们希望它跟我们的Title 有一定的距离 给它加个Mark and Top Top Top我们给它多少呢 大概给它一个10px就行 然后给它一个Pudding Pudding我们上下给它0 左右我们15px 然后我们去实现 我们Logo的样式 Header Logo Logo呢 给它一个固定的大小 我们就40px就可以 宽高呢 我们让它是一样的 然后给它一个Budder Radius 我们50% 让它呈一个圆形 然后加一个 OurFlowHeader 我们给它隐藏一出 不让我们的图片超出 去给它显示 最后我们直接写Image Image 我们给它指定一个宽高 100%就可以 这样的话 可以把我们的图片 去给它撑开 然后保存一下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样式 这样我们的Logo呢 就是我们的作者头像 和右侧的一个内容呢 就已经显示出来了 但是你会发现 头像呢 有一个明显的压缩 所以我们在这里 应该去给它 加一个什么属性呢 我们使用FlexShare 加个0 不让它去有一个压缩 这样看起来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把右侧这部分内容 我们要实现成这样的 那我们就去把它的样式 给它写一下 在这个位置 Detail Header 叫什么呢 Content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让它宽度是100% 我们把它的宽度给它撑开 然后也是去给它一个Flex布局 Flex之后呢 我们的内容它会横过来 我们要让它成一个 垂直的一个排列方向 所以我们要让它去垂直显示 最后呢 再给它加一个对齐方式 我们让它上下对齐 使用Space 一吨 字体大小呢 我们给它一个12px 让它小一点 然后我们在最上面 去给它加一个PaddingLeft 因为它要跟头像嘛 左侧应该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给它一个10px 保存一下 现在再来看 现在就几乎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的文字颜色 和我们的一个字体大小呢 还是其实有些出入的 那么我们先去调整上面 作者姓名的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类名叫什么呢 叫ContentTitle 直接在这里 字体呢 我们给它一个14px Color 几333 那么我们整体的去给下面 去boog句 Header Content before 它是下面整体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要给它整体一个颜色 它是一个灰色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color color呢 我们就几999 然后给text的呢 我们所有的test的元素 给它一个margin rate 让它有一定的间距 我们10px保存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现在作者的信息呢 跟我们的这个图例 基本上是一样的了 然后我们把下面的内容这块区域呢 我们去给它写一下 内容的区域 应该就是在我们heider heider下面 我们属于这个元素嘛 应该在这个位置 我们给它一个class 就叫detail content就可以 然后呢 这里数据有很多 所以我们就暂时先给它一个 详情数据 然后给它一个高度 我们在下面跟我们的heider 应该是同一级的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写就可以 我们给它一个1000px 然后给它加一个边框 然后来看 这是我们一个内容区 内容区呢 我们是可以滑动的 然后内容呢 我们暂时先不去处理 因为内容是后期动态插入进来的一个复文本的数据 所以我们可以暂时先不去处理 把上面区给它搞一下 上面呢 我们的标题和我们的页面顶到一起了 所以我们应该在最上边 这里我们加一个最外层的负元素detail 我们去给它加点样式 给它一个padding 上下是15px 左右呢 我们给它一个0 然后要注意什么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示意图下面会有一个工具栏吗 所以让我们的内容下面肯定是要有一段距离的 这个距离我们怎么搞呢 我们给它加个padding bottom 我们给它一个54ps 54px就正好是我们这个工具栏的一个高度 现在我们去把工具栏去给它实现一下 回到我们这里 去给它加一个class 我们叫detailbottom吧 看一下我们的工具栏都有什么内容呢 左侧是一个方框 然后里面呢 是一个文字 然后有一个图标 右侧就是三个图标 然后这个结构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给它写一下 我们先给它左侧一个最外层来一个元素 我们叫detailbottom 刚刚叫aconsbox 因为它是一个图标加上一段文字嘛 所以它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内容呢 我们给它一个text 叫谈谈谈谈谈你的看法 然后下面会有一个acons acons呢 这里是一个书写的一个小图标 我们给它一个type type type我们就是一个compose size 我们给它一个16 给它一个颜色 颈是什么颜色呢 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红色 那就是f07373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写 左侧我们已经去给它布局实现了 就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给它实现了 然后把三个图标 我们给它加进来 三个图标呢 在这里写一个元素 给它一个类名 叫detailbottom 然后acons 那么我其实我们上面这个类名呢 我们可以给它改成input 是一个输入 不叫acons 因为下面更符合我们的一个语义画 下面是三个图标 那么图标 我们给它一个外层的元素 叫detailbottom acons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给它叫个box 然后youacons 我们去加一个什么图标呢 先看是一个聊天 聊天是chat size呢 我们给它一个22 然后给它一个color color就跟我们上面的应该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去给它复制下来 然后我们再复制两个 那么第二个是一个关注 关注呢 之前已经给它写过了 我们叫hard 下面呢 是一个点赞 点赞应该是hand 保存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布局啊 在最下面 把我们的布局已经写出来了 然后去给它实现样式 实现样式的话 首先我们最下面的这部分区域呢 它应该是一个fixed的布局 所以我们要把上面的内容呢 我们先给它折叠一下 直接在这里 把detail bottom 然后position fixed 让它呢 bottom是0 然后它的left 我们也给它一个0 然后是一个display flex 我们给它一个flex布局 然后让它呢垂直居中 宽度 我们给它一个百分之百 高度呢 我们给它一个44ps 因为我们上面给它是54嘛 下面给它一个44 让它的两个距离呢 会有一个10ps的一个间距 这样不至于呢 我们会给它重叠到一起 然后我们bottom top 顶部呢 给它一个1ps 紧 f5 f5 这里是紧 然后实现solid 给它顶部呢 来一个实现 那么它的背景颜色呢 background color 我们就用白色就可以 最后我们要给它加个border sizing 然后呢 是border box 这样我们最底层的这个位置呢 就给它实现出来了 但是里边的内容呢 还是有些问题的 我们继续往下写 下面一个元素是什么呢 detail content 我们写的是input 来看一下是不是 这里有一个detail bottom input 给它来一个flux布局 然后呢 我们让它水平跟垂直方向呢 都是一个居中的状态 然后margin left 是10px 然后pudding呢 我们让它上下是0 左右是10px 这样的话可以把我们的内容给它撑开 宽度呢 100% 高度呢 我们给它一个30px 让它上下有一个间距 给它一个border border 1px 我们用井 ddd solid 这么一个边框 边框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加一个border radius 来个5px 让它有一个小的圆角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左侧内容已经去实现了 但是右边呢 然后我们会挤到一起 这个颜色呢 文字颜色也不对 它的排列也不对 所以我去给它调一下 这里我们给它使用左右对齐 选择pudding 然后给它text text是谁呢 应该就是这一个标签 我们去给它一个颜色 先是一个字体大小 是14px 然后呢 color 井 999 再保存一下 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就舒服很多了 然后把右侧内容呢 我们去给它实现一下 右侧应该是在 跟我们input是同一级的 detail bottom acons 那么首先第一步 flux布局 然后呢 在这里 不要让它去挤压到一起 我们让它给它撑开 and checker 给它加个0 然后pudding 我们上下是0 左右呢 我们10px 让它有一个间距 最后是里面所有的图标 图标是什么呢 detail bottom acons box 然后我们给它加个position 给它来一个相对定位 display 然后呢 让它上下水平方向 我们去给它 居中一下 最后呢 我们给它指定一个宽度 是44px 再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可以看到呢 现在我们这边 布局大概就 差不多了 然后 让它 居中一下 center 这样我们detail的一个布局 就算是去实现了 好